北台灣著名的天然汐水勝地 海星游泳池 歷經半年的工程終於完工 天氣好轉 民眾把握機會下水游泳 泡在天然海水中 游累了還可以遠跳 貨櫃行駛的景象 拿出工程前後的照片相比 破舊的平台 生鏽的欄杆 完工後的泳池變得很不一樣 原本中間那個整個 真的是爛到真的不行是封起來的 另外旁邊兩道的話也是都爛 爛的狀況的話扶手也都不OK 其實是非常危險 然後下面的現在看到的 這個整件平台的下方 原本的那些 就是他們原本之前做的那些 鋼柱全部都鏽石 鏽石得很嚴重 本來差不多三分之一而已 對 寬度 現在透寬了 那邊還有這邊的 出來比較寬 不過有民眾體驗之後 發現原本的安全警戒線不見了 現場也沒有安全救生圈 對此 市府強調 會再設置救生圈 即規復原本警戒線 紅紅那個石頭那邊 那邊還有頭在那邊 還有兩條線把它剪掉 然後兩條是麻繩 要綁殘那個線 那個很重要 那個有時候滿潮的時候 人在裡面被衝出去 那個繩子還有蠟燭 至少可以救命 還有一個安全的視線 不要去那邊比較危險 原本的警戒線之外 當然周遭的這些 有使用的遊客 還有擁客 希望說我們可以增加這個 救生圈還有一些安全措施 那這部分 財發數也會來協助 來一起來辦理 聖恩府爭取兩千萬元預算 從去年六月開始 進行景觀工程改善 歷經夏天的颱風 東北季風和雨季 工程期間還發生多次 民眾擅闖工地冒險游泳 去年底 聖恩府請廠商把握好天氣 加緊施坐階梯和抿石子工程 總算完工啟用 至於未來要不要收費 市府表示 目前再沒有打算 花了大半年的時間 然後把環境有所改善 我們當然希望說 遊客來的時候 可以把垃圾帶走 讓大家好好享受 海洋帶來的美之外 希望可以把垃圾帶走 讓垃圾不要留在海線用資 暫時是沒有收費的機制在 因為這部分還是屬於北關處 所以未來如果說 不管是不是收費 還有不管未來的管理 這個都要跟北關處再來做討論 開放以後才有的理由 第一天開放就有三個老人在遊 看起來滿舒服的 跟以前差在哪裡 跟以前 當然新的 當然看起來比較舒服 新的設施 讓不少民眾 遊客停下腳步 來景觀平台 欣賞海景 但現場有不少垃圾 市政府呼籲 歡迎民眾來戲水 但記得把垃圾帶走 記者 黃桑銘金融報導 讓他到討論 海區 有很多人在 都沒有 有很多人在 中一 device 有很多人在 有很多人在 海區 我現在 都沒有